第137集 腾蛇 牛大力快要哭了 这他妈的是不是在逗自己啊 好不容易才爬下来 现在又要爬上去 刀山不用你去上 你只需要爬上去 告诉他们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决定 用编织袋装好胸黄 从上方扔下来就可以了 看着一副生无可怜样子的牛大力啊 但华锦宗师不怀好意地 打量了牛大力 哼 真是活该 没错 这个投机取巧的小人 这下尝到苦果了吧 其余众人心里在偷笑着 同时庆幸啊 自己没有掀开口 牛大力一咬牙 转身朝着山壁攀爬而去 嗯 不错 是个好苗子 张默看着牛大力离去的背影 暗暗地点了点头 虽然有些小机灵 但还是不错的 消息传出去之后啊 众多华锦宗师 齐聚一堂 都远离了湖边 各自三两个相互认识的人 坐在了一起 时间缓缓地流逝 转眼就过去了大半天 外面应该天亮了 而此时的牛大力 才气喘吁吁地爬上自己等人 进入的山洞口的平台 你爷的 等你牛爷以后成了华锦宗师 打得过这帮老家伙了 我也让他们来这里爬一遍 不对 爬十遍 出了洞口 说出了要求之后啊 警局的人立马去调集熊黄去了 很快 几辆重型直升机就飞了过来 在空中缓缓下降 挂着一口大箱子 里面全是一袋袋 套了几个编织袋的熊黄粉末 一袋袋的熊黄粉末 被运进了山洞 扔进了深不见地的悬崖 悬崖之下 一袋袋的熊黄粉末堆积如山 偶尔才会有几袋破碎 熊黄粉散落一地 一群化尽宗师 瞬间就化身为地主老财 后面下来的一大群 暗尽巅峰的高手 直接就被抓了撞钉 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扛着几个编织袋 朝着湖边赶去 大袋大袋的熊黄粉末 被一群化尽宗师 扔进了湖内 一开始啊 还没有什么动静 但是随着一袋袋的熊黄粉末 倾泻在了湖内 原本清澈的湖水 开始变得有些昏黄 泛着淡淡的赤红色 无数的虫子在水面挣扎着 这虫子啊 只有一只来长 一节一节的躯体 被包裹在 红黑相间的甲壳之中 嘴部长满了精锐的牙齿 让人看着不寒而栗 还好没有贸然下水 不然在水中 不说这些大蛇 就连这些虫子 也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威胁 众多宗师胆寒 这些虫子啊 一眼看去密密麻麻的 也不知道有多少 蚂蚁多了 还能够咬死大象 更别提这些 看着就十分瘆人的怪异虫子了 周宗师的想法真是高啊 众多宗师 对周家那个华锦宗师 客套说道 要不是硫酸之类液体 不好运送下来 也不会出自下策了 周能不在意地回答 别看这些人 现在和和气气的 等待会儿 争抢星天神术的时候 可是没有人会留守 各位 先听我一言 这时 一身魁梧身材的老者 站了出来 声音如同红中 瞬间就吸引了 所有人的目光 是龙虎山的丹霞道人 众人的目光一缩 这老道 绝对是 画景巅峰的大高手 看着半截身子都入土了 但是机能 却没有丝毫地下降 浑身气血旺盛无比 丹霞子见众人的目光 都投向了这里 才缓缓地开口 为了避免等一下 有人趁着我们 对付异兽的时候 去采摘新天神果 我等决定 在解决一手之前 所有人 不准越过此线 为者 必将会被我等 不死不休地追杀 一道气劲 从丹霞道人的指尖 飞射而出 在地面划出了一道 长达石杖的痕迹 光是这一手功夫 就让场中的大部分人 自叹不如 内劲凝练如食指 可食杖外杀人 众多宗师 看着丹霞老祖 身后的几个人 全部把内心的态念 压制住了 不少人 原本都是 打着这个主意的 但现在 西南的几个 顶尖大势力 已经发话了 再敢动歪脑筋 那就是找死 当然 击杀这条大蛇之后 会按照众人的 出力程度 来分配战利品 这条大蛇 也不知活了多久 吃了多少颗 先天神果 才成长到 如今的程度 血肉内 蕴含了 精纯气血能量 对窝灯 也是有大帮助的 打了一个大棒 再给一个填枣 丹霞向众人解释 众多的宗师 陷入了沉思 先天神果 就那么几颗 自己不一定 有机会得到 反倒不如 合力击杀这条大蛇 得到大蛇的血肉 也不算白来一趟 众多宗师 熄灭了心中的小心思 毕竟大多数宗师 背后的势力和家族 都在西南地区 有一句话叫做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一旦殃及了家族 那自己就是罪人 更何况 和尚也不一定 能够跑得掉 当然 也有几个 孤家寡人的宗师 心里却是 生出了别样的心思 只要采摘 先天神果服下 闭关苦修 成就先天境之后 我看这些势力 再怎么敢追究 一生寿吼 一个巨大的头颅 破出了水面 冰冷的 不含一丝感情的树桶 看着岸上这一群人 虽然熊黄 对于自己来说 没有什么危害 但是总归不舒服 让大蛇感觉到了厌恶 当下庞大的身子 就动了起来 大蛇决定 先把这群人全部干掉 免得打扰自己睡觉 庞大的身躯在湖水之中 蜿蜒起伏 众多宗师在岸上 沿阵以待 纷纷地远离岸边 大蛇体型巨大 但速度确实不慢 只是半分钟的时间 巨蛇就登陆了 两米粗的身子 如同一堵墙一般 足足三四十米长 更加惊人的是 大蛇的中段位置 鼓起了两个 超过两米宽的 巨大鼓包 这已经不是 普通的一手了 倒像是藤蛇 众人惊呼出声 最后一个个面露火热 如果真的是藤蛇 那么这一次啊 就真的没有白来 杀 丹虾老道 最先怒吼着 把一把一人高 不规则的原型兵器 出现在手中 这兵器啊 乃是龙虎山的镇教之宝 相传是由元朝时 坠落下的一块陨星 历经十年大道而成 名曰 浩日伦 无坚不摧 萧铁如泥 丹下老道的手中 浩日伦被一层金光包裹着 散发出了锐利无匹的光芒 五十来个宗师在这一瞬间 超过一大半的人 鼓动浑身的气血 朝着大蛇杀去 在水里打不过 但是在陆地上 将是人手众多 这些宗师 丝毫不惧大蛇